凌晨两点多 骑楼聚集四个人 其中两名男子把一名男子压在机车上 用塑胶水管狂欧猛揍 大半夜的在骑楼打人 附近民众疑似吓到赶快把停在门口的车子开离 被打的男子流了一堆血 他手扶着额头走上救护车 事情发生在台中 当时这四名男子因为无赔事八大行业开放 他们相约到酒吧喝酒 没想到可能是喝醉了 居然在路边吵架 吵一吵还动手 朋友喝酒本是愉快相聚 没想到黄塘下肚又疑犬抛朱脑后 动手的两名男子被依伤害罪移送法拜 记者黄翔复联家姓王氏涵台中采访报导 Criminal Criminal Prohibster 出品 秋 出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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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XY 出品 如